晚安 上次我们看了测睡研究说 左测睡比较容易做噩梦 今天让我们告诉您国际上的研究 到底养睡 测睡 趴睡哪一种好呢 丹麦研究发现人们躺在床上的时候 大约有一半的时间保持测睡 38%的时间是养卧的 以及7%的时间是俯卧 也就是说人越年长的时候呢 是以测卧睡觉的时间是越长的 我们上次也有提到研究发现 测右边睡比测左边睡来得不容易做噩梦 而偏好测睡的人们呢 其实是在成年的时候才养成的习惯 其实在三岁的时候孩子睡觉的时候呢 平均花在测卧 养卧以及腐卧的时间是相等的 同时婴儿睡觉时主要是养卧 那是出于安全理由 家长会把婴儿以腐卧放在床上 可是呢 睡姿是跟疾病在研究上面说是有关系的 有些打呼是严重阻塞性睡眠呼吸中止造成的 但是现在研究有发现 商用货轮上面的船员 他们在仰卧睡觉的时候是更常出现打呼 另外也有发现货轮上面的汗弓 其实他们在仰卧睡觉的时候可能比侧着睡更容易发生背痛 但是这并不是说侧着睡对每一个人都有效 或者是说侧睡就是治疗各种疼痛的灵丹妙药 状况还是要取决于是什么病痛 以及人在睡觉的时候实际上采用的是哪一种睡姿 澳洲也有研究发现 说自己常常因为颈部僵硬醒来的人 有比较长的时间是以刺激性侧卧睡姿睡眠的 这边说明一下刺激性侧卧睡姿讲的就是 以扭曲的姿势侧睡 比方说我们侧睡的时候把上方的大腿 直接跨到下方的大腿上面 那么这就容易造成脊椎扭曲 相反的如果是以更直 或者是更有支撑力的侧睡睡姿睡觉的人 是比较不容易有颈部僵硬的问题 但是因为这项研究没有办法确定 这个就是因为颈部疼痛 所以造成的不舒服的状况 还是说是用侧卧睡姿睡觉让自己舒服一点 但是葡萄牙的研究也有发现说 长者他们让被痛的人尝试侧卧 其实让颈部疼痛的人尝试仰卧 结果四个星期后发现说 九成的人其实疼痛是有减轻的 但是一样是样本数太少 所以没有办法确定是有直接关联的 可是医学上也有提到过说 侧卧可能跟这个胃食道逆流是有关系的 这个部分都还是要跟医生来做进一步的确认 其实在BBC有最新的研究发现说 不管怎么样如果说是患有胃灼热的状况的话 是可以推荐尝试向左边睡的试试看 有趣的是睡眠占我们的人生有三分之一的生命 可是其实我们很多人对于睡眠知道的并不多 而且非常的有限 现在有研究帮大家整理出来 比方说东亚人的睡眠时间往往比北美洲或者是欧洲人少 而亚洲睡眠的品质其实是全世界最差的 发现说品质最差的国家呢 主要集中在这个亚洲国家 而这些人其实在工作日晚上的小睡时间 通常都不到六个半小时 那么睡眠品质最好的国家呢 集中在北欧国家包含爱沙尼亚 芬兰以及爱尔兰和荷兰 还有澳洲跟纽西兰这些国家使用者的平均睡眠时间 长达七个小时 那么亚洲人不但比世界上其他的地方的人 睡得更晚 睡得更少 而且他们会要花更多的时间 翻来覆去睡不着 其实他们的睡眠也不太稳定 那么一般人就想说 如果睡得这么不好的话 是不是周末睡得更多呢 没有哦 其实研究发现说 其实他们在睡眠 在周末补眠的时间 其实是更少的 以上是心意 带你看世界 把镜头时间交换主播 让你看世界 就像我你这人 感谢观看